小朋友大家好 亚轩阿姨要来讲故事哦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我的愿望天天不哀骂 你们有被骂过吗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被骂了哦 哦 看这个小朋友 头低低的 垂头上气的样子 他说 我一天到晚老是挨骂 不管在家还是在学校 总是被骂个不停 这一个小男生 说妈妈要上班 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 很晚才回家 那种时候我就会陪妹妹一起玩游戏 可是妹妹偏偏就喜欢挑这种日子闹脾气 人家不喜欢这种皱巴巴的折子啦 妈妈折得比较漂亮啦 罗说你这个不适向的家伙 竟然敢悬东悬西了 啊 他跟妹妹吵架了 我一生气 妹妹马上就放声大哭 而且她只要开始哭 通常就会哭到妈妈回来才停止 有时候哭到一半 还会停下来休息 等到妈妈踏进家门的那一刻 又开始哇哇大哭 哇 她哭得好伤心喔 那你们会哭吗 会跟妹妹吵架吗 哦 只要妹妹哭闹 耍赖 我就一定会被妈妈骂 你怎么又把妹妹弄哭了 明明是妹妹自己不像话 每次都故意闹脾气 哦 你竟然还没有写作业 我放学后就一直照顾妹妹 哪有时间写啊 可是如果我真的那样回嘴的话 妈妈一定会更生气 所以我只好闭上嘴巴 别过怜 眼睛看着旁边 一生也不吭 让妈妈骂个够 唉 我就是这样 一天到晚经常挨骂 哦 作业没写也会被骂 对不对 哦 我在学校也常常挨骂 你们在学校有挨骂吗 他是怎么被挨骂的呢 看他手里抓着一只虫 他下同学难怪会挨骂 对不对 今天下课的时候呢 小苍跟小拓 不肯让我跟他们一起踢足球 为什么不让我加入 他们竟然说 你根本就不懂规则 又那么霸道 谁要让你加入啊 啊 是不是 我听了就觉得好委屈 好难堪哦 就故意呛回去 是哦 我才在想 就算以后你们拜托我 我也不屑跟你们一起玩 我一边说呢 一边 抬腿踢了小苍一下 哦 你看 他故意都踢了同学 在握紧拳头 揍了小拓一拳 他们两个人马上哭了稀哩花 哦 这样是不对的哦 欺负同学 老师立刻冲过来 不用说也知道 就只有我一个人被骂得很惨 老师说什么呢 你又给我惹麻烦了 哦 是他们两个人先说我坏话 故意欺负我的 不准使用暴力 可是当他们说 谁要让你加入啊的时候 我的心就像被人狠狠的揍了一拳 也是非常的痛了 可是不管我说什么 老师只会更生气而已 所以 我只好闭上嘴巴 别过脸 眼睛看着旁边 一声也不吭 让老师骂个够 唉 我就是这样 一天到晚 经常挨骂 昨天被骂 今天也被骂 不用说明天一样也会被骂吧 说真的 我很想被人称赞 小朋友 你们想被人称赞 还是挨骂呢 嗯 他想要听到有人跟他说 哦 你真是个乖小孩呀 可是呢 不管是妈妈还是老师 他们每次看到我 脸上都是一副呢 气到不行的表情 嗯 前几天 我好心提醒妈妈 你一天到晚凶巴巴的 一直生气 脸上的皱纹 只会越来越多哦 结果 马上又被挨骂了 人家明明是真心希望 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啊 还有 之前某一次下课的时间 我拉开傻门 大声唱歌 老师马上说 小声一点 果然又挨骂了 像当初小一新生开学典礼时 老师还特别夸奖我 你的声音好洪亮哦 真是元气十足啊 哈哈 到底 我该怎么做 才不会老师挨骂呢 我该怎么做 才能得到别人的赞美呢 难道我真的是个坏小孩吗 等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才上了小学 好不容易成为一年级的新生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7月7号许愿节 那天 全班同学 将心愿写在彩色纸条上 向七夕神许愿 小昌跟小拓 两人都写 我的愿望是长大后当足球选手 小字写的是 我的愿望是钢琴乐坛越好 这是日本的许愿节 只要将愿望写在长方形的彩色纸条 绑在竹页上 向七夕神许愿 愿望就能实现哦 那小朋友 你们的愿望是什么呢 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哦 我想了又想 想写一个我最渴望实现的愿望 结果当我还在拼命想的时候 又被骂了 老师说 快点写 这样有算被骂吗 还好吧 上小学后老师教我们写字 我用刚学会的字和注音 写下我最想实现的愿望 我非常用心的一笔一画 慢慢的写 我的愿望 天天不 这什么 不被骂 他应该是 他应该是要写 天天不哀骂 但是你看得出了这是什么字吗 是看不懂 当我写完的时候 果然跟平常一样 又是全班倒数第一名 又要被骂了 我一边担心呢 一边将纸条交给老师 老师专注的盯着那张纸条 他一直看着我写在纸上的愿望 看了好久 看了好久好久 老师一定是看不懂他写的什么字 老师竟然哭了 老老老老师 老老老师 生你的气 一天到晚骂你 真的很抱歉 你这次写的非常好 真是一个很棒的愿望啊 啊 老师竟然称赞我耶 我吓了一大跳 没想到我的愿望 竟然马上就实现了 那天晚上呢 老师打电话到家里 妈妈跟老师讲了好久的电话 讲完之后 妈妈像平常抱着妹妹那样 把我抱得紧紧的 妈妈也跟我说 对不起 妈妈竟然也是一天到晚在生你的气 她一边说 一边的紧紧的抱着我 妹妹在旁边看着 一副好羡慕的样子 所以我把妹妹拉过来 学妈妈那样 把她紧紧的抱着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小宝贝哦 说完 妈妈就一直紧紧的抱住我们 好久好久都没有松开手哦 七夕神谢谢 真的真的很谢谢你哦 我今天好幸福哦 为了感谢你 我会更听话 做一个更棒的乖宝宝 小朋友 你们的愿望是什么呢 那是不是会跟这个小朋友一样 要做一个更棒的乖宝宝呢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小朋友 下次再一起分享咯 拜拜